灵不灯的黑色幽落 让阳光却是穿插 睡衣不错 是啊 有时候我来 还买了他们的黑糖椰丝面包 哥 帮我收钱 我赶时间 好 来了 你去报 我来看店 谢谢爸 小心不要在梯台上摔倒 不要揍了 再见 再见 惨了 网上都在讨论韩兴记的问题 留言箱都很难听 怎么办 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 这些人吃饱饭没事做 可是爸 你不怕隐藏到店里的生意吗 怕什么 我们也没有做错事 现在是他们眼红 想要陷害我们韩兴记 不过我相信这事情过了两天 大家就忘得一干二净 到时候我们的生意就好像以前一样的好 姐 姐 来干吗 看笑话 你也知道自己是个笑话 人家拍到你面包里面有庇护 你就说是被人陷害的 人家说在店里看到有蟑螂 你就坚持说韩兴记的厨房很干净 连一只蚂蚁都没有 你说话就不能真诚一点虚心一点吧 难道说一句对不起真的有那么难吗 你是这样子和叔叔说话的吗 没大没小 一点分寸都没有 我是担心韩兴记 其实这件事情不用闹成这么大的 要不是你之前赶走那个网红 还贴什么拒绝网红的告示 这件事情也不会被他们拿来大事轩软 潮得这么热 连分店的声音都受到影响了 如果我们现在跟他们道歉 还来得及吗 没有做错事情 为什么要道歉 我韩兴天是绝对不会向人家道歉的 叔叔 你这样的态度怎么解决问题 这个你不用操心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 好 实际是你惹出来的 当然由你来解决 现在什么事情都挂在我头上 我知道 上次我反对你开兴奋店 你就搞一些小动作 干吗 想证明你比我跟离开座城里是吗 叔叔 不要每次遇到问题 就会觉得是别人不对 别人想要害你 你为什么不先检讨一下你自己 爸 面包店姐也有股份 她不可能希望韩兴记有事的 你在说什么 你现在是连和外人的对付我 姐姐不是外人 这里面有你说话的份 我爸和你一样 重男轻女 十股不化 所以他死后 才会把大部分的股份都交给你 害到我在韩兴记 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那真的是个老糊涂 你这个不像韩 你连你仔细的吗 爸 别急 姐 你有高兴 别这么激动 哥 爸 怎么样了 没事了 直接休息 对了 堂姐有没有说 要怎样解决韩兴记的问题 她只是说 如果我用爸的方式 问题只会更糟 这是什么 我在店里找到的 不知道是谁留下来的 打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担心是罪 我们才没有那么容易被骗的 是电话录音 那算了 试试看也不会死 你好 我是韩兴记面包店的代表 韩凤林 我们现在面对网民的攻击 影响到了面包店的生意 希望你们可以协助我们 请进 这里是什么公关公司 到处都是玩具 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做事 Shadow和一般公关公司不一样 如果你们想要委托Shadow 就必须相信我们全力配合 这边请 哪里说说看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首先 我建议韩兴记在网上发布声明 诚心诚意向所有直接或间接 在事件中受到影响的顾客道歉 并为他们提供赔偿 道歉就是认错 我们没做错干吗要道歉 都跟你们说了 找这种公关公司 只会浪费我的时间 只会说一些废话来骗我的钱 爸 你别这样说别人 是 至少听别人说完再说 他还那么年轻 他懂什么 我们韩兴记是老字号 没那么容易倒的 那张照片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平息 韩先生 经过调查 我们已经确定那张照片 不是合成照 发照片的人也和韩兴记没有过节 还是常客 没有理由要陷害你们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一 是你们面包师傅的疏忽 二 是有人要陷害 就算是陷害 那个人可以跑到韩兴记的厨房 偷放庇护 你们还是有责任的 照你这么说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韩兴记的责任 那我们会自己解决 爸 对不起 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 对不起 爸 一个两个站在这里干什么 不用做 我不想吃 那是你 对不起 他 же 我都要吃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这个是有点 好 爸 我想 我看今天也是没什么顾客的 早点关门吧 真的啊 那关了店 我想出去逛逛 随便 姐 叔叔 又来幸灾乐祸 爸 姐不是这种人 刚才公布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爸根本就不相信人家那一套 没聊几句就跟人家吵了起来 你说 不会有什么进展 你爸爸真的是食谷话 你们这么早就关门了 爸说没什么生意 不如提早关店